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6号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从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际这个话题说起 中共在为美国宣布川普总统要在9月1号加征3000亿产品关税 10%这个消息宣布之后 那么中国通过汇率调整人为的干涉了中国的货币 那么把这个汇率在前天就破了7 那么破7以后 美国就明显的觉得这是中国人为的操纵货币 所以说美国财政部他的财政部长陆母亲在8月5号就宣布把中国指定为货币操纵国 过去美国历史上呢多次说过要把中国呢列为呢货币操纵国 但是呢这个计划呢一直没有实现 那么这一次正式把中国确定货币操纵国呢 那美国呢在财政部公布的这个声明中呢说得很明白 也就是认定中共呢它是自己呢能够操纵它的这个货币 因为美国财政部它就依据中国央行在5号的声明中它自己说到 说中国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和政策的工具 会继续创造和丰富的政策的工具箱 等同于呢中国呢就是公开承认呢央行有操纵汇率的这个丰富的经验 所以说呢美国呢就正式把中国呢列为货币操纵国 列为货币操纵国它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网友呢都不了解这个货币操纵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后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简单一点讲我们不讲那么高深复杂的道理 那个都是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去讲的我们简单一点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被列为货币操纵国中国离开WTO被剔除WTO就不远了 这是为什么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啊 如果中国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总统呢是可以采取以下行动的 哪几项行动第一个是禁止中国任何项目获得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 和获得美国和美国有关联的任何金融组织的投资 它第一个就是什么断掉中国呢从境外获得输血的功能 也就是中国大量的项目它是需要获得外汇 需要获得国际银行的贷款 需要获得这个大量的这个海外投资 而海外投资很多跟美国的资金都有关 那么如果被列为货币操纵国呢 也就是说任何跟美国有关联的海外公司是不能够进行投资的 那么金融企业是不能进行融资的也不可以贷款的 这是第一项就是中国外汇通过境外举债的这个渠道给美国毒死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中国会被美国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的供应地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做生意 任何跟美国政府相关的项目是一直不可以向中国采购 这样中国会失去巨大的一个对美国的一个贸易上的订单 因为中国现在对美贸易有很多是美国政府机构在采购 一旦这个被停掉 那么也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往美国进口的这一块 就中国就会有极大的损伤 这是指第二项对中国有所打击 第三项呢就是IMF这个组织 什么呢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组织呢是会被美国要求对中方所有的货币的来瓦呢 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督这个讲起来从字面上看看没什么监督 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每个国家都会监督 但是货币操纵国不一样货币操纵国对你的监督实际上就是 你的所有在对外接汇方面来讲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是中国你跟整个世界其他国家 美元之外的这个外汇你的结算和你外汇之间的贸易 也会受到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你的一个惩罚或者一个制裁 或者是什么是一个严控 那第四个就是说美国总统可以指定贸易代表 也就是莱特希泽这一类人啊 来评估和中国签订的任何贸易协议 那么这就是说如果是列为货币操纵国 那中美之间就不是贸易战了 中美之间就是金融战 中美之间金融战会影响到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拥有可以掌控全球贸易支付的金融控制系统 和金融支付的结算系统的 美国财政部可以制裁任何一个使用美元的国家和银行 那么中共请问你跟境外做生意随便你跟不跟美国 你能不能不用美元啊 你用美元美国就可以制裁你 这样就变成了如果是美元被打击 你觉得中国还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项 第二项就是嘛 中美贸易战它如果延伸到就是说金融战 那么资本市场和汇率战它的这个爆发以后 就完全可能出现什么很多资产被冻结 或很多特定商品啊被世界贸易禁止 因为什么你上升到金融战以后 美国把你列为货币贸易操纵国的话 就意味着很多资产可以什么可以给你冻结掉 或者什么就不允许交易 这种情况下一旦被冻结 你觉得中共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如果是冻结资产和冻结他们的交易 你觉得是不是他们就是白坦了 他们会承受得了这个压力吗 因为中共它这个国家在层上什么压力 党国在层上什么压力 跟这些大小官员没有关系啊 但是涉及到他们的家族企业 涉及到他们自己的资产被冻结的话 你觉得这些人还跟着党国干嘛 所以呢中共它从来没想过 它究竟应该是买美国的大豆核酸 买美国的农产品核酸 还是跟美国打金融的核酸 但是中共它动不掉不怕打啊 必要是不得不打 打金融战我们也不怕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打贸易战中国未必输 因为中国贸易有巨大的这个吞土量 有巨大的市场 失去美国的这块贸易 中国不一定输 第二个美国对中国加关税 中国可以贬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贸易战对中国实际的影响 真的感觉到不是那么大 所以贸易战中国跟美国打 它还打得起 它还敢打 但是金融战 金融战美国百分之百赢 因为一旦打击金融战 美国在美元上面 在货率上面对你中国制裁以后 你中共马上就是个死悄悄 因为中共呢 它对美国把它列为贸易 这个操纵国呢是不满意的 你不满意呢 美国这个年代你拉出来是啊 你如果不满意 你就中国取消你的外汇管制吧 你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嘛 我们让你人民币自由兑换嘛 人民币自由兑换 你觉得七块钱人民币能买到一个美元吗 弄不好一个美元能买到你七十块 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 中国这个外汇 中国的货币都马上就崩溃 马上就是金融掘地啊 可以这样讲的话 现在这个人民币是被中国严控 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 老百姓的钱 他计算出来再多的所谓外汇都是个数字 因为你老百姓你汇不到你取不到你结不到汇 而这个结汇事上被中共人为控制现在在一比七 破七以后 是不是很快就会溃退到破八 这都不好说 那么破了七以后 也就是说 美国它和中国的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 美国是认为中共你在操纵 因为实际上人民币你根本就不值其 美国一个美元 远远不值你买你七个人民币 弄好人买你七十个人民币 七百个人民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你敢不敢堵这个货币战 你敢不敢把这个金融案打下去 因为打下去是什么结果 可能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啊 所以很多听我节目的网友也不清楚 这个货币操纵国对这个货币究竟有什么影响? 这个货币操纵国 美国如果对中国金融打击以后 金融栏爆发以后 最终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对老百姓影响我们就讲简单一点 因为不讲复杂 咱们就举例子啊 以卢布为例 卢布你看他的走势 卢布在1961年也就是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这个前苏联的货币 这个货币当时卢布它的这个含金量呢 它定量呢是0.98克跟美元差不多 也就是他当时确定卢布 就原苏联卢布 它和美元的这个汇率的定价呢 是一美元等于0.9卢布 也就是卢布比美元还支点钱 这个定价下去以后 三十年左右没有变化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三十年期间 也就是前苏联的百万卢布的服务 就等于美国的百万美元服务 还多一点的啊 因为0.9嘛 那百万卢布 说不定等于110万美元的 这个三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从1961年制定以后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末期 冷战快要结束 苏美两国在冷战的最后阶段 也就是苏联帝国眼看要崩溃的时候 我们看冷战结束 整个这十年期间 卢布的这个变化 也就是1990年时候 一个美元呢 那时候等于一块八卢布了 也就是卢布贬了百分之五十 然后在十年内 卢布就像断头的这个风筝直往下摘 1991年时候 一美元已经等于170卢布 到了1994年 一美元等于多少 已经等于3230卢布 到1995年 这个卢布继续往下跌 跌到了什么 跌到4550卢布 到1997年 也就是十年期间 这个卢布 从原来的1比1左右 到了1997年 一美元已经等于5800卢布 你看看 十年期间 本来是一块钱等 本来是一块钱卢布等一个美元 现在5800个卢布 才能买到一个美元 你觉得今天人民币的这个能力 比当年的卢布强吗? 你认为人民币的命能比卢布好到哪里去呢? 人民币迫弃 它会加大资本的一种情绪上的外套 同时减少呢 就是一些出口企业 它的接汇预言 为什么呢? 很多中国中小商家 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产品 卖到美国以后 他们获得了美国人支付的那一部分外汇 他们现在不愿意接汇啊 因为什么?人民币破期了 现在就会获得的人民币就少啊 这样外汇就会存在境外 因为绝大部分的外贸企业 中国的这个货币就更紧缺 尤其是企业 企业它 它把生意已经跟美国做了 产品也卖出去了 关税也交了 获得的钱又存在自己的境外账户 这个资金不能回笼 你觉得企业要多大的这个金融成本 企业如果资金周转不够 你觉得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 所以说人民币破期对中国的这些出口企业是绝对有影响的 那么美国它这个三千亿关税 它把它加上以后 中国它马上就开始了嘛 把人民币破期 你觉得川普没有对应吗? 川普已经说了 如果说是中国它这个破期的这种人为操纵人为干预 美国宣布了货币操纵国之后 如果说这个货币仍然是破期 如果没有任何回复的话 川普他会考虑在9月1号 把中国那个三千亿产品关税 从原来的10%可能就上升到25% 那么因为什么? 中国它用这个外汇跌价的方式 用破期的方式来嘛 来冲低美国的关税 那么川普就只能把关税往上加 如果说是这次竞赛的话 那川普就无限期往上加 每次在中国它这个破期所跌下去的 人民币破期这个比例 也就是人民币它把它贬值的比例 你贬值多少 川普都要跟你相应的这个比例 甚至这个比例要成二 在这种情况下才完全抵御了 你自己去人为操纵这个货币的这个风险 美国完全可以这样干 但是如果是这样干的话 那么中共它的这个经济就完全崩溃了 那你说中共它会不会那么蠢 它这样去做 它有没有考虑破期以后 会有这样大的风险 中共它显然会考虑到 因为对货币这个中共既然有人为操控 它就一定有操控的措施 所以说中共它一边就是 就是让人民币的汇率让它扑期 一边呢到香港呢 去发行了三百亿的这个债券 它为什么到香港发 因为它不可能在大陆发 它在大陆发 它只可能是大陆老百姓的韭菜 老百姓买上来的都是人民币 人民币它自己体力循环没什么意思 到香港发 到香港发什么 到香港发就是有外汇来买嘛 因为即使是港币来买 港币是自由对话的货币嘛 这也就是三百亿的债券一发 如果三百亿都卖掉了 回笼的就是三百亿的外汇嘛 所以说中共用这种办法呢 来呢平移它现在的这个人民币的流失 平移它的外汇上面的这个亏空 它用通过到香港发行债券的方法来弥补 那么说一说香港对于中共来讲 多么重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因为人民币中共和美国它之间这个汇率受到操纵 但是港币它显然不限制在这个范围内 而中共又可以随意到香港去发行债券 可以随意把它的人民币和港币兑换 所以中共就利用香港去操纵了它自己的金融体系 因此香港被中共这么一动就让香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中共这种做法实际上只在逼川普 逼美国政府取消香港的金融贸易地位 因为川普打贸易战中共不怕 不怕就是因为我们有香港在 你限制中共购买的产品 中共都可以到香港去出口 从香港去进口 你美国不同意中国进的我香港公司可以进 你美国公司不愿意买中国的产品 我可以拿到香港去卖 所以说贸易战的中共它有香港它有这个办法 金融货币更是这样 说我们是汇率操纵国 我们就把香港去发行我们的债券 发行债券以后 然后通过香港的这个发行的债券 港币购买以后或者外汇购买以后 然后利用港币可以自由兑换外币的方式呢 就获得一部分外汇 而这部分港币和人民币之间又可以随意兑换 所以中共呢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通过香港把它自己的产品把它包装出口也好 包装进口也好 你把中共立为汇率操纵国 它就把人民币到香港去换 去换发嘛 到香港就发行各种金融债券 然后换成港币再换成外汇嘛 最后你美国政府就觉得你肯定是打击不到中国 那你觉得美国人会那么蠢吗 美国最后就会变成 会取消香港的所有金融和贸易的优惠待遇 香港人民的苦难 就中共就一下子就给香港人民把它推向深渊 因为中共它不在乎毁不毁掉香港 反正一国两制 现在搞定你们香港人的同意 干脆咱们一国一制 如果说是搞不下去 把你香港收回就跟深圳和平作为之下吃穿了 这就是中共它不在乎 牺牲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地位 它现在是利用香港能利用一天是一天 它知道如果跟美国争战的对决 到总有一天 美国是会完全取消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地位的 美国一取消的话 香港立即就是死港嘛 因为香港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在于它是有自由贸易 有自由货币兑换 如果这两条美国拿掉以后 那香港跟大陆城市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呢 现在中共对香港就是准备的牺牲香港 把香港作为它自己对抗自由世界里面的一个桥头堡 一个呢可以随时被牺牲的一个港湾 香港人民的命真的是被中共完全的葬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香港呢 现在就是所谓要保 怎么保呢 就是要保证香港市民呢 能够就是什么 在中共所谓可控的范围里 但是大家看到香港现在爆发的这个反送中 已经一轮又一轮啊 你控制不住啊 郭台湾这个发言人现在又出来讲了 已经警告香港要动手啊 他们只是用语言不断地吓唬香港人啊 其实中共他没办法打吧 他不敢打 他现在明目张胆地镇压香港吧 他不敢 但是呢 他心里面恨 他又不敢退 所以呢 就顶着林郑月娥上 林郑月娥他能说什么呢 林郑月娥他在这一次8月5号大罢工时候 他把香港的那些这个抗议反送中条例 这些香港市民说成是极端分子 说是他们这个极端分子已经令整个时间变质 但是扬言在香港要搞革命要光复香港 行为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来的政治诉求 是变成了挑战国家主权危害一国两制 林郑月娥称这种行为是叫做玉石俱焚 这个无产阶级烙革命不是你共产党号召的吗 你中共起家之后不都是号召无产阶级烙革命吗 烙革命不都是你们起家的本钱吗 无产阶级烙革命你们不讲吗 失去的只有家所得到的抢势全世界 那为什么你们的老革命现在香港人民就不能老革命呢 香港人民就不可以光复香港呢 这是你们中共老革命时候号召了白老百姓 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砸烂资产阶级的家所得到整个世界 不是你们号召的吗 你中共老革命时候可以这样说 香港民众老革命就不可以这样说 香港老革命你们就说人家香港要跟你是玉石俱焚 谁是玉谁是识啊 既然是玉石俱焚焚啊 这个林郑月娥那你讲的要玉石俱焚 为什么你要提出要到英国休假呢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发布的公告 林郑月娥说要到英国去休假了 不是说好玉石俱焚吗 休什么假啊 你是休惨假吧 是和谁怀上了 是不是打算你这个玉到英国休假后 让那些石头们自己碰啊 反正警察和市民他们这些石头撞在一起 已经不是一天了 你已经把那些石头们 已经把他们的弄火子挤起来了 你这个玉就躲到英国去休假了 休什么假啊 怀上谁了 那这个林郑月娥讲的话真的是很可笑 八五大罢工的当晚 你就可以看到在香港街头又出现什么 出现那些手拿藤条木棍的黑社会 这些社会又得来了 香港这个地方 经过中共这个回归二十多年以后 已经非常非常的奇怪 你看香港的公务员医疗界教育界商界宗教界 包括法律界和政府体制类人士都在反政府 香港市民已经三分之一走上街头 在抗击政府抗击中央政府反送中 但是只有黑社会勤工 只有黑社会挺中国政府 这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为什么黑社会跟中国政府关系那么好呢 你看看中国政府他在世界上交的朋友 什么塔利班了 北朝鲜了 伊朗了俄罗斯 你就知道香港为什么黑社会那么喜欢他 大陆的女粉丝跑到香港 就把人家香港人反送中的海报撕掉以后 把这个镜头发到这个互联网上 在整个互联网上面墙内是一片欢声购物 互联网上曾经几年前有过这样的声音啊 说是老红卫兵这一代死掉了以后 那么中国新生一代成长以后 中国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我当时就跟他们说 一百多年前大清灭亡后 很多人都说等着这些扎大辫子的这些太贤们 他们都死了 这些扎大辫子的义和团人都死光了 中国的这个民主就先生了 但是你看一百多年后 很多人期待着红卫兵死了 这个就中国就民主了 现在的90后00后都出来了 他们跟红卫兵死不死没关系啊 他们是红卫兵的下一代 这些小粉红已经被共产党一代一代培养出来了 共产党就是不断的奴役人民 而被奴役的这些奴才呢 他们身着当的奴才呢 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们就身为奴才吃着地沟油 但是他们操作中南海的心 而且他们为自己当一个奴才无比的骄傲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状 被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 美洲抗议的这种反送中的行动 美国朝野是发出不同的声音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普洛西 她在8月5号 在她自己的美国的西部的办公室发表了声明 她就说整个陆下以来 香港人民一直到今天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 那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影响 永远也不会被威吓 这些公平不可能被野蛮所浇灭 这是南西普洛西明确的发表 她支持香港人民的呼声 那你看南西的讲话和川普的讲话是不一样的 川普在美国国务院已经有过要求美国各种官员 要谨慎对待香港的言论 川普她为什么她和南西普洛西是不一样的言论 川普她说什么 她的意思香港是你们的内政 香港属于中国一部分 那么香港现在已经发生了骚乱 这个习近平呢他是可以处理的 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去制止 川普一直是向习近平发放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外交部很高兴啊 跟外交部的口径一样啊 也就是香港说我们的一部分 你们别管 第二个香港现在是骚乱 我们马上要打击骚乱 我习主席完全可以制止骚乱 现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忍耐 我们还没有动手 这是中共外交部的这个口径 这个口径跟川普高度吻合 那川普这样做什么目的 有人说是川普她积极支持专制 她在专制和人权方面 她从来都是纵容中国的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你要看到川普和南西普洛西 可能是红颜白脸的关系 南西是正面的展示 美国人支持世界普世价值和人权价值观的形象 川普呢她自己的那个装插 她告诉习近平 给习近平挖坑啊 这个习近平呢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 他们现在是骚乱 川普她讲这些话 当然川普讲的话跟她自己的历史上一贯的这个言论是一脉相承的 只是这个完全有可能是坑 也就是习近平一看 美国不管啊 川普不管啊 既然是不管 这是我们内政我们就搞啊 我们就打 但是你真打了以后 那就不是川普想管还是不想管 川普讲他不管就美国真不管的问题 因为川普这个人 你千万不要看他怎么说 你一定要看他怎么做 美国怎么出手 你只要看他对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怎么动就行了 你看美国就在昨天他宣布了冻结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一旦这个委内瑞拉所有的这些高官的资产被冻结 你觉得委内瑞拉那些高官还跟着马杜罗混吗 这个高官的资产一旦在美国被冻结 就意味着权贵们必然是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起来造反 你觉得他们是造美帝的反吗 他都是造老大的反造马杜罗的反啊 所以说委内瑞拉这个现代的情况就可以预示着中国的未来 也就是有一天川普他可以就说我不管你香港 但我可以把你中国大陆所有的高官在美国的资产给你冻结了 这个冻结你觉得中共那些高官 这时候他们来造川普的反吗 他肯定造你习近平的反啊 所以说今天的委内瑞拉的情况就完全是明天的中国的情况 所以说中共的高官你看看整个委内瑞拉被美国冻结财产以后 他们的官员何去何从 你就可以预示到中共他的命运何去何从 因为美国和中国贸易战已经打了快有一年 这个一年打下来以后从贸易战他已经上升到科技战 从科技战已经正式上升到金融战 因为美国已经把中国正式列为货币超中国了嘛 那么金融战之后就是冷战 而冷战你认为会有像当年美苏冷战那么长的这个战线吗 我告诉你啊我认为这个战线会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展开 甚至在第二任期川普这个冷战就可以结束 为什么结束 因为美国是必须要结束中国破坏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所有的国际秩序 美国一旦脱离中国放弃中国的任何贸易 中共不能采购美国任何一样商品之后 那么中国他就会被自己把自己困在中国 就按照他们讲的叫闭关锁国 而闭关锁国今天的这个现状已经导致了所有的官员不会跟共产党混 因为所有大小的官员他们的钱都在海外 你闭关锁国锁在里面我们出不去可不行啊 所以说呢如果美国断绝了中国所有的贸易往来 那么中国他只能在家里面就是坐以待毙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取消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以后 就可以杜绝中国任何产品通过香港出口 杜绝中国任何商品通过香港来转换美元转换外汇 这样就完全把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就让它烂在你的国家里面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大家已经很清楚 人民币可以讲现在已经到了什么五花肉的二十八块钱一斤了 也就一百块钱只能买四斤肉 但你想想看你一百块钱在十年前你能买多少斤肉 这就是货币贬值的速度 第三个美国会剔除中国WTO的地位 川普要求世贸组织也就WTO在90天之内宣布中国是发展中国的国家 不再给中国任何WTO他们这个里面的任何摧毁态 那么中国如果被踢除WTO或者在WTO里面享受不到发展中国家地位 享受不到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各种贸易待遇 那么中国在WTO里面是混不下去的 第四个也就是美元和人民币脱钩嘛 最终就会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完全脱钩以后 人民币你就根本就是没有兑换力 第五个美国很可能能够在对中国进行冷战的最后 就是恢复中华民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创始国的协会 美国和中国断交 这就是走到最后一步走到内部 美国如果不这样做 那么最终就是中共战胜了美国 中共战胜了美国就是邪恶战胜文明 就是全球进入共产主义的灾难 所以说呢美国它自己要知道 它最终这个冷战的一个国只有铲除共产主义以后 铲除中国以后全球的共产主义才可以从中国开始被完全消灭 现在美中双方对抗的各有优势 那么美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我告诉你啊美方的优势首先是在美方的国际地位 美方的消费市场和规模 美方的政治军事产业金融科技 它的文化教育和它的人才战略资源 美国都在全球是有压倒性地位的 中国有哪些优势 中国有很大优势 中国有消费市场的规模 中国的政治是高度集权的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很大 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球GDP第二 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是可以用国家控制货币的方式 能够让外汇能够抵抗美元 同时呢中国海外间谍的规模非常大 中共的动员能力很强 中共不但永和 而且中共使用核武力核能力 中共也很强 这是中共的优势 所以说面对着中共这一个张牙舞爪的巨兽 美国一定要痛下决心 最关键的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不是持久战的问题 是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持久战 川普是有任期的 习近平是没任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一定要省事多时 在他自己的任期 尤其是最多在第二个任期之内 要结束所有的战斗 这是美国今天已经开始拉开了这个冷战的序幕 所以金融货币这个宣布中国为超中国义之后 那么中国将会被美国一步一步的推向冷战 也就是最终中国被美国战胜 中共被美国击垮 这是我们可以指日可待的了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